根据我现在的这个打法 可能我本来更想记得一点吧 但我比较想希望自己能成为保罗 或者纳什这样的球员 在球队更困难的时候 能够通过自己的得分来带动队友 在NBA或CBA有什么喜欢的偶像吗 我觉得可能是赵继伟吧 他的这个组织串联和防守 都是我自己也希望能达到那样的级别 这个赛季征程已经结束了 满分十分给自己这个赛季打个分吧 我觉得打个六分吧 不足的可能还是自己的终结能力吧 不能是投射还是突破终结 可能有所提高吧 但可能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还有就是自身后半程有受到伤病吧 然后回来之后的身体状态和比赛状态都没有达到最好 你觉得自己的模板是谁 根据我现在这个打法可能模板更想记得一点吧 但我比较想希望自己能成为保罗或者纳什这样的球员 在球队更困难的时候 能够通过自己的得分来带动队友 或者说你在NBA或CBA有什么喜欢的偶像吗 我觉得可能是赵继伟吧 他的这个组织串联和防守 都是我自己也希望能达到那样的级别 然后他这两个赛 近两个赛集的进攻也有所提高 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 把自己身的不足弥补上来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 可能自己在终结能力上还需要加强 修载期有什么样的训练计划吗 首先是先利用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把这个自己的伤病吧 康复到最好 然后先去提高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吧 身体素质 然后后面的话再去结合球 我觉得现在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手段吧 你们大概会放多久的假呀 暂时是一个月吧 然后还没具体说售价的时间 出来之后 第一个事情想去吃什么或者想去做什么 像去南京吃南京的早饭吧 当亚学粉丝包啊 粉丝汤啊 然后小笼包这些吧 你们打王者荣耀谁会比较厉害 小猪吧 我看到你王者荣耀是从伯金打了 快到快上王者了是吗 上个赛季是不是已经上王者了 没有在星耀 没上王者 我可能射手和打野吧 小猪五个位置通杀 他王者 然后他随便带飞 然后我还在星耀 可能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你觉得现在四川队颜值担当是什么 我说我的话 猪粉会不会打我 不会 那你觉得猪松伟在四川队颜值能排到第一几 能排到第二吧 就仅次于你 对 那过去两年里头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场比赛呢 这个赛季的话是加持战胜了北京 我觉得那是我们第一次战胜了这种很传统的强队吧 然后给球队的信心和自己的信心也提高很多 今年你有看到厦门大学的比赛吗 或者说有什么比较期待的新兴 今天比较期待的应该是黎一阳和齐奥彤吧 然后一年以外两个核心 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打上职业 那你有什么经验想要传授给像后面黎一阳参加选秀吗 首先就是要坚定自己想要打职业的这个目标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要去努力 不要去对自己要求有所松懈 第二就是对自己的定位要清晰 要了解自己能够自己最大优势是什么 到了职业赛场能够最直接的表现出来的东西 得到教练的这种认可吧 那你觉得今年厦门大学还能重新拿回东南王 实际上应该是有的 然后就看一些还有一些很综合的原因吧 测一下今年东南赛区的四强吗 四强夏大 广工 宁波大学和华大 你自己有没有尝试过或者说想过扣了 以前有尝试过 但还没最近没有很干脆的成功过 还没有扣过来是吗 没有感受过篮筐的温度 对可能只摸到那个边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